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线上相亲俱乐部 首次体验免费 第二次或以上参加一人50元 报名要求提供身份证正面照片 群活动时间早8点至晚8点自助展示 时间到后群解散 整体感受这个群的管理比较正规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我首次报名入群了 哈喽大家好 下班到家了 今天还算是挺早的 今天晚上能做手撕包菜 超级简单 一样用手撕包菜 这样做出来的圆白菜才特别好吃 进群后我才发现 原来这是一个高端相亲群 先说下我的体会吧 群里大多数都是北京土著 公务员事业单位 日年龄在32岁 女多男少 女生是男生的三倍 有很多家长给孩子征婚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 他们个人介绍写得非常详细 家里几套房 在谁名下 开的什么车 父母做什么工作 就差把家底抱出来了 群里有一位国外留学回来的硕士 89年 北京人身高175 月薪6万 北京两套房 美国有独栋别墅 当时我就在想 像这么优秀条件的人 还需要通过这种相亲 来寻找另一半吗 当然他对另一半的要求也非常高 长得要好看 身材比例要完美 年龄94年以后 身高不能低于165 爆炒熟 资源卖菜做好了 哇 好香啊 菜已经做好了 今天晚上煮食了 就煮点面条 比你女生普遍更优质 仅通过学历 财富 房子户口 这些条件 就让我觉得跟他们不是一个层级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 相比之下 显得我格格不入 还没等活动结束 我就放弃了 群里除了发个人资料 没有任何其他交流的内容 如今商场谈判是相亲 好像已经成了常态 将自己拥有的头码一一摆出 双方进行价值估算与匹配 然而这样的做法 也许能够带来有价值的婚姻 却永远不可能带来幸福的婚姻 当你在天平两端选择了谈交易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谈感情的权利 现代社会婚姻不易 找对象很难 心态要改正 即使已经是大龄圣女 也不要患德患失 相信自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归宿 手撕圆埋菜超级下饭 好吃 能吃干净了